大家好!看這倆開的房間啊,冰天一位一,全國總考官 哎喲,他自己自封,自己是全國總考官 那麼我們進來看看,看看總考官打得怎麼樣,對吧? 這個對手呢,我好像有點熟悉,老粉絲估計都比較熟悉 这个对手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 跟这个对手玩过几次 他自封自己是全国总考官 这个肯定是自封的 我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全国总考官 但是这个对手开的是有部队的 一出来带一个坦克 而且带箱子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苏军 因为选盟军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因为这个是带一个坦克 你如果是选盟军的话 他开局那个犀牛坦克冲到你家里来 你这小飞熊打不赢他 打不赢他你多招两个地宝就比较亏 而且又有箱子 这个有箱子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一点运气 看谁捡的箱子多 所以说有箱子 我们这个发展模式 就肯定不能跟那个正规的打法一样 正规的打法就是出框场出牛 这个有箱子的话 我们直接先造两个蜘蛛捡箱子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他也是造了两个蜘蛛捡箱子 然后我们就直接造双重 如果是正规的比赛模式 这个不带箱子的 不带坦克的 肯定是不能这样发展的 这样一牛双重 肯定会卡钱对吧 但是有箱子不一样 有箱子的 我们把这个存款最大化 直接把它花光 直接一牛造三重 捡一个箱子两千块 所以说他开的这个模式 比较看一点运气 就是看谁 捡的钱箱子多 你看我直接一牛造三重 我感觉造三重 我的钱都花不完 我准备造四重 一牛三重不够 直接造一牛四重 然后把坦克直接压到 这个全国总考官家门口 直接压过来 你看他捡箱子捡不赢我 好像只有一重 我们有三重啊 等一下坦克就比他多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一直切捧箱子 因为这个模式 你不捡箱子 你这个经济就来得慢 所以说我要一直晃平 对吧 一直晃到这个角落里 看那个箱子 然后一牛四重 你看我一牛四重 我的还有六千多块 然后把这个坦克的 直接路径到他家门口 你看家里又有箱子 广快用蜘蛛剪 反正这个模式 跟打那个冰天混战模式差不多 但是两个人呢 箱子比较少啊 我记得以前也有粉丝问我 为什么你打冰天混战 箱子那么多呢 箱子多取决于能数 除非里面有八个人 箱子就比较多 这个只有两个人 箱子就要少一点啊 但是我感觉他捡箱子 捡不赢我 你看到没有 我们直接捡了很多钱箱子 而且我感觉我的钱 还是有点多 准备再造一重 造到六重 五重六重啊 然后我发现呢 他好像没捡到钱箱子 钱不多了 他有一点慌 坦克没有多 他招了很多狗 招了狗 招了这个动员兵 辅助兵 但是没有用 我坦克多 我兵分两路 我分五个坦克 到他后面去 他就有一点慌了 他要分坦克过去防守 你分坦克过去防守呢 我这边就冲上来 你看他这边 守不住了 对吧 然后两路飞河 两路飞河 我们那边就撤退 这边呢 就冲过去打牛 打你的天骑 然后他又要回去 救那个牛车 你回去救那个牛车 我这边就直接冲进来 你看到没有 冲进来 把他牛车包起来 这样这个对手呢 就守不住了 还捡那个医疗箱 坦克满血 然后呢 掐住他的头 你看 就这 全国总考官 三分钟都没了 总考官 这个 没办法 这个红警呢 就是这样 每天都有这个傲慢之锥 我打都打不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又跟他玩一盘啊 这个第二盘呢 我们准备 不能打得太快 打得太快了 等一下你们又说 哎哟 哐哐哐 两下就打完了 而且这个对手呢 你看他直接拉中了啊 直接把基地拖到中间 那么我们就准备浪中 对吧 你这个 直接打快攻啊 我感觉等下他三分钟 又顶得到 我们就准备浪中 跟他玩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啊 先造两个蜘蛛 去捡箱子 对吧 这个 他踩在中间框 也不怕啊 因为这个有箱子 如果没有箱子的话呢 我就要打快攻啊 这个有箱子 他站在中间的框 也不怕 我只要多捡几个钱箱子 我也不差钱 对吧 但是不能出牛啊 我出牛的话 坦克有可能跟不上 我们直接造两种 然后他来这个蜘蛛 哎呀 不小心钻了我一个 钻了我一个 这边又来一个 哎哟 钻了我两个坦克 那就把这两个坦克打掉啊 打掉他 没关系 他吃中间六万零六百的框 给他吃 我就一直晃平 剪箱子 这个箱子的大部分都刷到这个边边角角上面啊 你看他也来的蜘蛛箱子对吧 哎 这边又来一个 所以说切平一定要快啊 就一直晃 多余的时间 就是看箱子 看这里有个箱子就去剪 看到没有 剪一个箱子就两千块 但是我感觉好像一牛三重支撑不了我招坦克 这一盘运气不太好 你看没捡到钱箱子 我这个一牛三重就没有钱了 这下我没办法只能补两个牛车 这补两个牛车呀 等一下守不住没钱了 你看 管快补两个牛车 然后这个对手呢 吃的中间六万零六百的矿 他比较有钱对吧 他就想来进攻了 管快找箱子 不找箱子 等一下没钱了 有可能守不住 你看他来了 他来了 他有五六个坦克 我们只有四个坦克对吧 他六个 六个坦克还带狗 我只有四个坦克 但是不要慌 我们有操作 你过来我甩个地宝 甩个地宝 扳手修下地宝 然后直接点死一个 点死一个 再点死一个 你看到没有 他有一点慌往后面退 直接点杀 你有辅重兵种也不怕 我们有无敌点射 直接点 你看到没有 再点死他 他躲到兵后面 捡了个光灵 直接点死你坦克 不点的话就会打到狗 打到兵上面 你看他飞溜溜的跑回去了 对吧 六个坦克冲进来 我好像没有十几个坦克 你看我还有六个 然后我们广快退回来 稳住了以后来继续捡箱子 还是不能太着急 因为他中间六万零六百的矿 爆发起来还是比较强 但是这一盘跟上一盘不一样 这一盘运气比较差 捡不到箱子 你看 这没箱子的对吧 所以说两个人玩 箱子就比较少 上面有两个箱子 广快用蜘蛛过去捡 然后这个对手的钱多 他就开始 闹到后方来了对吧 有可能等一下前面还会来一路 他想兵分两路 我们的坦克广快过来防守 捡一个V3V3 没什么用 这个箱子用坦克捡 哎呀 没捡到火力 捡到火力就好了 下面有个箱子 我下面特意留一条狗啊 每个角落里呢 我都留了个兵种啊 留了个兵种呢 哪里有箱子就可以捡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坦克多 坦克多兵分两路 我们也兵分两路防守 兵分两路 点我的牛 牛车脱手 这边你看 他这边冲过来 有点吃亏啊 这个后面一路 他打吃亏了 但是我前面一路呢 我坦克没有他多 这边有两个箱子 但是我这个蜘蛛管不下来 你看 他有个蜘蛛停在那里 都没时间捡了 对吧 他在操作坦克 然后我家里有可能守不住 你看 我家里只有两个坦克 他直接来了八个坦克 打我怎么办呢 管快飞防 但是我想了想了 回去也来不及了 你打我的牛车 对吧 你打我的牛车 我到中间打你的牛车 然后他这边回来了 但是你家里坦克也没有多呀 你家里也守不住 他这边打掉我多少个牛 哎呀 你家里坦克也不多 我直接点杀 然后呢 管快打掉他两个电厂了 打掉他两个电厂 他发展就比较慢 家里守住了 这边捡了一个盟军基地 那个盟军基地呢 没什么用 然后管快退回去 哎呀 这下我被他打掉了 三四个牛 对吧 没关系 我们就喜欢打烈蛇 管快退回来 对吧 然后捡到一个基地 基地就打开了 等一下在那个上面呢 放个矿场 现在他中间的矿呢 基本上踩完了 踩的没有多少了 然后他把基地 拖到小岛上面去发展对吧 我只剩下两个牛了 但是没关系啊 开局我也说了 这个有箱子 有箱子的变速比较大 只要多捡几个钱 一下子就来钱了 所以说打这个模式的还是要看运气 这个剪箱子是基本功 就跟打冰天混战一样 你剪箱子不够快 你发展的再好都没用 然后你看坦克升一星 看看能不能再升个星 然后这个对手又想走这边打上来 又想走这边打上来 我们直接回防 反正我们就防守 等他来就行了 对吧 我是主战场根本不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我有两个一星 还有一个三星 我们就把这个精英部队分出去 分出去的 不能分多了 分多了 他就会听到我家里来 我们就分三个 分三个坦克到那边去打他的基地 他的基地在那个右下角 直接拐过来 他发现我分了三星坦克 他就招了很多蜘蛛来打我 广快把坦克挪走 这下的话呢 他有蜘蛛好像还打不进去啊 打不进去 我们就再发展一下 对吧 然后他把牛车呢 全部拖到这个第二层采光 我们广快把坦克调过来啊 调过来 准备打他的牛车 哎呀 这个对手好像有 好像有十个牛啊 我看到牛车好多呀 我就有三个牛 对吧 但是呢 我的经济 大部分都是来于捡箱子 你看我只有两个牛 我稍微停一下 没捡箱子 这个经济就卡住了 你看到没有 广快晃平 看看哪里有箱子 这个下面有个箱子 广快到他家里去捡 然后我们在这里造个框场 在这个地方造个框场 踩这个下面的框 现在呢 我们就不要造牛 一直造框场就行了 继续晃平捡箱子 然后这个对手 你看他坦克挺多的 还造了很多辅助兵种 这个强行冲不太好冲 这边蜘蛛拦截呢 没关系 我们用一个坦克把他赶走 这个反正被蜘蛛抓了 去追 这边又有箱子 你看他捡箱子明显不够快 都捡不过来了 他家里的箱子都很多 被我捡掉了 然后这个对手呢 看了自己有辅助兵种 他要冲对吧 他看了自己有很多中原兵 但是地形对我有益啊 我在高地位 你看我的队形 摆得相当整齐啊 他强行冲 也不一定冲得进来 强行冲我就掐住他的头 然后他感觉这个路口被我守住了 走这个地方冲不好冲 他有可能呢 要走这边拐过来 走那个左边拐过来 对吧 我们坦克广快回房啊 然后继续捡箱子 空余的时间呢 就晃停捡箱子 但是他的坦克呀 比较多哟 带了很多狗 我们的坦克没有带狗啊 哎 你看 他迷路了对吧 走得比较慢 掐住他的尾巴 然后这边要打我基地 广快把基地拖走 你喜欢造狗呢 我就造辅射兵啊 他的牛车好多呀 我们造辅射兵 造辅射兵一蹲 看到没有 把他的这个狗全部烫死 有些粉丝也经常会说 为什么你们高手都喜欢选伊拉克 因为伊拉克的辅射兵相当厉害 两三个辅射 就可以阻挡千军万马 哎 我两三个辅射停在这里 你坦克多你不敢冲对吧 然后广快补两个电场 再把这个辅射的派到下面来 准备烫他的兵 他现在就是牛车多啊 他捡箱子不够勤快 我们把他的兵压掉 然后呢 你看 他看到我冲到他家 他不守家了 他不要家 往我家里冲 你往我家里冲 反正我家里有辅射 继续造辅射 我们冲过来 先打掉他三个重攻 再打掉两个电场 这样他出坦克比较慢 没有电 没有重攻呢 出的也比较慢对吧 然后你冲到我家 没事啊 我们家里有辅射 辅射可以阻挡千军万马 辅射烫他一下 然后再把基地拖走 我那个右边有两个基地啊 你过来 辅射一趟站起来走两步 再一蹲 再一趟 再站起来走两步 再一趟 你看全部冒烟了 然后我们的坦克再回房 你看 坦克全部冒黑烟 这下你的坦克基本上飞了 除非你捡个医疗箱呢 你没有捡到医疗箱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而且呢 你被我打掉了三个重攻 两个电场 你现在就算有权呢 你的坦克都补给不上来 然后我们就不要给他机会了 对吧 因为他的坦克全部冒烟了 你不能等 等下去 万一他捡那个医疗箱 坦克就满血了 我们直接冲到他家里去 他只能防守啊 他没办法呀 他残血坦克不防 我就冲到他家里去 你防不防 你不防我就冲进你的牛群 这里死了一个牛 直接打你的牛车 然后他受不了了 要防守 但是你的冒烟坦克一碰就死 你看到没有 抱着扣扣 一碰就没了 这下他坦克全部死光 然后这个全国总考官 受不了了 好 谢谢大家